俄乌战火不断,乌克兰寻求火速加入欧盟 欧盟看似表示欢迎,但是我个人觉得快速入欧不可能 乌克兰这边就像要糖吃的孩子,满怀希望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本周一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 并在第二天的欧洲议会全会上远程发表演讲 再次呼吁欧盟同意接纳乌克兰入盟 欧洲人全体起立鼓掌,又欢呼又流泪的,让乌克兰很感动 似乎感觉尝到了甜头 乌州欧盟代表随即表示,欧盟已正式启动审议乌克兰入盟申请的程序 可是至今乌克兰看似还是一厢情愿 毕竟欧盟是个成年人了,表面客气,内心还是有顾虑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虽然承认乌克兰是欧洲议员 但是当谈及乌克兰加入欧盟仪式时表示 首先必须结束战事 对此,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补充说 欧盟将会认真对待乌克兰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 合理的政治诉求 但同时承认入盟过程将很艰难 米歇尔说,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他强调欧盟要做坚定和清闲的抉择 所以乌克兰火速入欧的愿景不会实现 早在2005年第12届乌克兰欧盟峰会期间 乌克兰和欧盟就签署了乌欧行动计划 2009年,双方签署了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联合国议程 2010年,双方宣布开启讨论签署双边联合协议的议程谈判 2013年11月,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靠近俄罗斯 因此宣布乌克兰暂停与欧盟签署联合协议 2014年,橙色革命之后 被一再推迟的乌克兰-欧盟联合协议 获得乌克兰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 该协议最终于2017年9月1日正式生效 不过,欧乌的关系就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了 入欧标准是由欧洲理事会在1993年6月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出的 要加入欧盟必须达到哥本哈根标准 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条件 也就需要有一个民主、尊重人权的、自由市场的政府 有相应的自由制度、成文的法律 申请国还需承认欧盟法律中的公共法、规则和政策 并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同意 从经济方面来看,乌克兰加入欧盟还满足不了必要条件 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是该国需要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 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 而乌克兰什么都没有 乌克兰人均收入仅是当前欧盟最求成员国罗马尼亚的四分之一 尽管早已和欧盟签署联合协议 但深层政治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很不顺利 乌克兰人均GDP只有3700美元 乌克兰如果入欧意味着欧盟要对乌克兰进行各种的援助 目前乌克兰还不是欧盟成员国 所以欧盟可以出钱也可以不出 然而一旦乌克兰入盟 那么援助将成为一种不能推卸的义务 除了经济之外 乌克兰存在诸如贪腐法律不健全这样的问题 这里就让我想到了最近在国内非常重视的人口贩卖 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 由于常年来经济不景气 乌克兰从欧洲粮仓到欧洲子宫 许多底层乌克兰女孩 唯一能选择的就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置换生存资源 主要集中在色情行业和代孕产业 奔波发展的色情业 也为乌克兰复化出了一条非法人口贩卖的产业链 海外的人口贩卖者虎视眈眈的将乌克兰女性贩卖到欧洲各国 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 岂不是让这些不法分子做起生意来更方便 同时在乌克兰前面还有数个国家还未加入欧盟 比如黑山共和国都已经成为欧盟正式候选国了 但至今都还没有入欧 还有土耳其早在2005年就被欧盟接受入欧申请 至今17年过去了 该国入欧希望依然渺茫 因此欧盟也就只是在战火纷飞的当下 表达一下政治支持 让乌克兰寄托情感希望 乌克兰政府看似是一个英雄政府 但是内政是很有问题的 早在战争发生前 波兰就住着一班50万人乌克兰人 而德国就有25万乌克兰人 如果自己的家好 为何又要流离他处呢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吧 乌克兰早日把国家建设起来 入不入欧 靠谁 不如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